《金刚经》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的相里头 你还在里头起心动念 那何必呢 你真正明白了 就放下了 放下至诚就得到了 那我们念佛人呢 用一句阿弥陀佛 打掉妄想 当我们这念头一起 不管是什么念头 贪嗔痴慢疑的念头也好 或者甚至是 我要计划做什么善事好事也好 这些念头都不需要用 就用阿弥陀佛 晃下来 印光大师教我们的 念头刚起 当下就要叫它消灭 就是一句佛号 从照至目 从目至照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不起别念 用这种方法 达到至诚地位 如果有希望 就一个希望 求生净土 平时切实做这个功夫 带人以成 不要 有那些 禅曲 或者是 迎合 或者是 害怕得罪人 或者是 这个 故意讨好 甚至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些 对自己 最大的伤害 这样修下来 制成 地位 这不难 果然这样修 三年五载 一定成就 自然 任运先决 你这个 心就清净了 你就预兴 能有 感知 如果你得到 功夫成片了 那你肯定 能 预知实至 功夫差一点的 梦中 可能梦到 阿弥陀佛来 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来接你 功夫好一点的 定中 他就能够感知 就预感 他有了 这个预感 不是妄想 他不是从 这个思维 分别执着那 产生 他是忽然 现前的 这么一个 误处 那么你有这个 这个误处之后 你不要 去执着他 你知道 什么时候往上拉 你很高兴 到处告诉别人 你做了 欢喜 莫拉 你又落到 妄想里头 你支撑心 又没有 就认运 先决 认运 自然 随到 渠成 自然而然 没有丝毫造作 没有丝毫 用自己意念去扭曲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 孔子教我们 从不逆诈 不义 不信 开始做起 下面呢 偶遇大师又说 苟不向心地 克己赋礼 而作义 欲求先决 便是逆意了也 顾约 君子可欺 唯可欺 方为君子儿 你看这话 讲得真好 狗不向心地 克己赋礼 这个狗是如果 如果不向自己内心 心地上 做克己赋礼的功夫 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 恢复自己的性德 这叫克己赋礼 礼就是性德 而去呢 作义 欲求先决 这作义就是 妄想分别执着了 要求一个先决 要去推断 预测 这个不是真正的先决 这是逆意了 那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念 不是先决 他没有智慧了 那个叫视智变聪 所以顾约君子可欺 这个呢 也是在论语里面 前面 雍也篇第六 讲到了 那篇有这么一章 说载我问约 就孔子的弟子载我 问孔子 这人很会讲话 言语第一 他所以问问题 也问得很 很刁 他说 仁者 虽告之也 仅有人焉 其从之也 这话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有一位仁者 孔子不是常常叫我们做仁者吗 所以咱我就问了 如果有这么一个仁者 你告诉他 有人告诉他 仁有人焉 就是那个仁道 掉到井里了 其从之也 那仁者会不会到井里去救那个仁 那显然这是骗他的 结果孔子回答说 子曰 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是也 不可欺也 不可信也 可欺也 不可亡也 孔子讲的 何为其然也 就是何能如此呢 就是 真正仁者 怎么会 被你 这样 骗到井里去呢 因为君子 就是人人君子 可事也 不可信也 这是救宅我的问题 来问的 来回答的 可是 就是君子 能够啊 到那个井边 去看 听到你说 那个人 人到 掉到井里了 那么这个人呢 当然 古人的这个人呢 他也通那个人 人民的人 就有一个人 掉到井里 君子马上过去看 那一看到 当然就发现 事实真相了 那你是骗的 他就不可献也 就不会陷入井里头 可欺也 不可亡也 就你可以欺骗他 让他能到的井边去看 可是呢 你不能污网他 这个网是污网 就被陷害了 所以君子可不可欺呢 可欺 好像有时候 他也会上当 但是他的内心 绝不会 因为呢 被人欺骗 而起 这个 敌对 埋怨 不满 不平的心 起了这些心呢 那就被陷害了 所以我们如果起这种心 就是被害了 如果在这些遭遇到不幸的时候 被人欺骗的时候 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内心的 仁厚 真诚 像前面讲的 看人 看人人都是圣贤 人人都是好人 基督教讲到 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难 这就不会被害 他最多能害你的身 害不了你的心 你的灵性啊 在不断往上提升 所以 唯可欺 方为君子而啊 这欧义大师讲 君子 他甘心情愿 去接受人欺骗 保持他的正念 保持他的真诚 更显出 他是一位君子 所谓啊 遂寒 然后至松柏 之后凋野 冬天最冷的时候 你才知道 那松柏 是不会凋零的 其他的树木 都已经枯萎凋谢 君子就是这样 就在逆境里头 显现出 他的人德 所以唯可欺 方为君子啊 你才看出 他是个君子啊 所以可欺 也不可亡 也 即使被欺骗了 他都能提升 在逆境里面提升 更快 只要你的心地 是真诚的 纯正的 哪怕是恶境界 恶缘 你最后得的果报 都是善的 都是好的 都是美满的 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故事呢 是在佛家里面 经典里的讲 古时候啊 有一个非常愚钝的人 但是心地呢 很真诚 对人呢 很尊重 老实人 厚道人 这个人呢 听说呀 这个有一种方法 可以啊 得到成仙 他就非常的羡慕 知道人呢 生老病死很苦啊 他就想成仙 他很坚信的 有这么种方法 啊 所以他就要到处求 去问 结果问到一个人 啊 这个人呢 是 一个 啊 就有 有田地的啊 这个地主 看到这个老实人呢 哎 挺好欺负的 啊 就骗他 你不是想要成仙吗 啊 我懂的方法 啊 可是呢 你要得到这个方法之前 你必须给我 啊 做苦工 啊 当我的弟子啊 你做苦工 哎 那么 做个一年 啊 看看 你要是合格了 我再教你 哎 这老实人呢 很很欢喜啊 啊 一口答应 啊 就很卖力气的 给他家里做活 什么苦工都干 啊 耕田啊 这个 做家务啊 如是呢 就过了一年 这个人就求主人了 啊 说您不是说 我给你家做一年苦工啊 你可以啊 啊 教我成仙吗 现在一年 满了 你能不能够教我呢 哎 这个地主啊 看到这个老实人真是 这么好欺负 就起了一个 恶毒的念头 啊 他说好 那我就成仙你 成仙去 啊 你就跟我来 啊 就上了后山 到了悬崖边上 看到一棵树啊 鞋长出去 悬崖外面 那地主就说 这样 你呢 就 这个树是个成仙树 啊 你就爬上这个树 我喊 一二三 你就跳 那你就成仙了 啊 哎 这个老实人呢 一点不怀疑 这真正啊 不逆诈 不意不信 一点都没有那个 怀疑的心 嗯 他就千感恩万感谢 哎呀 真真是 主人没有失约啊 啊 上了树 主人就喊了 一二三 跳 那那人真跳一跳 这一跳啊 没想到 居然 成空而去 真的成仙了 我这主人一看呆了 这了不得了 歪打正着 啊 这真的是成仙的树不成 啊 那成仙可真好啊 那比我现在啊 这个种钱啊 这个这个 经营啊 逍遥自在多了 嗯 那我眼看了他成仙 没错 一定能成仙 啊 那我也成仙去 所以他一爬上树 啊 喊一二三跳 结果一跳啊 就摔到仙牙底下去 摔到个粉身碎骨 这个故事啊 很有意思 教给我们什么 你要成仙得道 最重要的 要至成仙 你看这个人 别看他是个傻人啊 他真诚的基础 真正做到夫子这里讲的 不逆诈 不义不信 到了智诚 他丝毫没有怀疑别人的念头 他看着任何人 什么人都是好人 啊 他的师父就是真的得到高人 嗯 他真的是这样的心理 一分成仙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仙得十分利益 他十分的成仙 得到十分的利益 成仙去了 所以得到成仙呢 没别的 还是用这种至成仙 成佛作祖 成圣成仙 也都是用这个至成仙 啊 这样呢 连那个恶缘 都成了增上缘 对他来讲 那都是好缘 善缘 成就他了吗 啊 如果有怀疑 啊 有妄念 那就误了自己了 啊 假如他这跳的那伤那 有一丝毫的怀疑 那可能他也就是掉下去了 那那个地主就是这样 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那里头有怀疑啊 为什么他有怀疑 他本身心就不成 他本身 就像偶尼大师讲的 自多诈 则横逆诈 自多不信 则横逆不信 他自己本身呢 那个心就是 残取 啊 恶念 很多 自己就不守信用 欺骗人呢 所以他自己那个 逆诈 啊 横逆不信 啊 带着这个怀疑的态度去试 那肯定啊 结果就是分身碎骨 这是他的必然果报 啊 这也是啊 天道好还 那 他用这种恶念 去对人 结果呢 别人没接受 啊 他反而把这恶念呢 转移到自己身上了 形成果报 啊 就好像你有一样东西 啊 比如说这个手表 你把这个手表给别人 别人不要 你是不是还得拿回来啊 啊 那那个恶念也是 你用恶念对人 人家没接受 你看他傻子就不接受 他就升天去了 那你就恶念还得拿回来 自己就变成了那个受害者了 恶念了 误了自己啊 所以这个小故事啊 让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不逆诈 不义不信 这叫真正的 勇者不拒 人者不忧 智者不火 啊 不惧是没有害怕 你看从树上掉下去 他也不害怕 他就一味想着成仙 这个念头 极纯 极正 啊 人者不忧 他也不会忧脑 不会怀疑 啊 智者不惑 他没有迷惑 他一条心认定 这是成仙之道 一切法要心想生啊 他真的成交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 第32章 微生母 为孔子月 秋 何为事 兮兮者欲 无乃 为宁护 孔子月 非敢为宁也 即故也 那么这段 是 微生母啊 对孔子的 问话 以及孔子的回答 那么孔子呢 我们知道 他周游列国 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圣人之道 啊 可是他辗转于各国之间 很辛苦 啊 但是呢 都不能够被任用 啊 所谓怀采不育 没有人呢 敢用他 所以微生母啊 在这就问孔子 啊 那么 微生母呢 据 学公讲要 的注解 讲说 他是 孔子家乡里面的长者 年长的人 比孔子年长 属于孔子的长辈了 所以呢 他可以直呼 孔子之名 啊 说丘 这是孔子的名字 何为是 息息者语 啊 这个息 跟 七字啊 在古代是同一个字 啊 就木之边 一个七字的七 啊 就是七息在树上 那个七 这两个字同字 所以 息息者啊 也就是七七者 啊 所以有的版本 的这个论语啊 他就直接用 七七者 啊 那么 根据 日本啊 竹士啊 会坚 这是论语 会坚 啊 他这本书 说的 啊 他引用何凯的说法 说鸟肃 约七 那七就是鸟 啊 这个 这个啊 在树上 七息 所以七息者呢 取其 祥吉不定之意 这是鸟啊 啊 有时候呢 在树上 有时候 飞出来 所以祥吉不定 吉就是定在树上 祥是飞祥 他就不定 这就比喻啊 孔子啊 像那鸟一样 到处飞 啊 都没找到归宿 因此呢 何为是 西西者欲啊 那是 微生母 问孔子 那你为何啊 如此 到处奔波 啊 莫非 啊 这底下讲的 无奈为宁护 宁 是宁护 就是口才很好 但是这个口才呢 那是不是很正的口才 啊 是一些歪才 那叫宁 啊 他不是那个 善的 这是微生母啊 有点 取笑他的意思 说莫非啊 你是要施展宁才 讨好各国的君主吗 那这是无奈为宁护的意思 那孔子就告诉 微生母了 孔子曰 非敢为宁也 极固也 孔子讲话 很诚恳 啊 他说 我不敢 以宁口 取悦于别人 啊 而是极固也 这个极固啊 根据 这个 这个 雪公 讲要的 说法 啊 这个极就是 病 啊 顾 当顾之 来讲 啊 那么 当时 各国 君臣呢 大多都是 固执一己的权利 啊 固执自己的思想 见解 都是自己的偏见 啊 也就是妄想分别之种 没有人能够接受 圣人之道 只有孔子呢 他是数而不作 他没有自己的这些 执见 全是啊 圣人 的教诲 他是数而不作 吗 信而好古 吗 所以孔子认为啊 当时的人啊 固执己见呢 这是个大病 啊 因此叫 急固也 啊 所以这固啊 当固执来讲 啊 所以孔子要去 行道 教化 啊 他不是到处去 施展他的口才 啊 讨好各国 他是为了 能够啊 在一个国家 得到任用之后 推行 圣人之志 啊 特别是周公之道 啊 那么他是希望呢 在一个国家 做个试点 啊 就一个国家 做好了 那其他国家 能够纷纷效法 这就是把整个天下 各诸侯国 全部带到正道上来 恢复啊 圣志 这是孔子的 报复 所以他就希望啊 不管哪个国家 啊 任用他 他就能够 成就这个理想 那 因此他周游列国啊 他没有分别说 我是鲁国人 我只为鲁国服务 没有 那是小忠 啊 孔子是大贤 啊 他的心呢 怀天下 不是啊 只为一国一家 那么为一国一家服务 也是心怀天下 啊 作为 这个用一国一家 来作为试点而已 所以他也挺赞叹广仲 广仲当时辅佐齐桓公 酒和诸侯一筐天下 啊 而能够把这个 文化 嗯 教化 带起来 啊 酒和诸侯 不以兵车 不是用武力 来统治 来 这个统一天下的 他是用 教化 啊 用 德行 这是 孔子 佩服 管仲的地方 那 孔子 他的作为 啊 他的能力 智慧 绝不在 管仲之下 啊 一定高于管仲 所以只要有人用他 一定能够啊 成就 所以孔子自己 啊 都 自这个 所谓啊 毛遂自荐了 论语里面讲呢 苟有用我者 积月而已 三年有成 啊 如果有一个国家 用我 啊 他用 等于让他施展 他的 这个 啊 圣贤之志 这些 方法 推行 礼乐 你用我呢 积月而已 积月是指一周年 一周年 就见到成效 三年有成 这个成是大成 啊 国家 安定 和谐 我们现在讲到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很可惜 当时啊 没一个国君 敢用他 啊 所以最后 孔子没办法 只好回到自己家乡 鲁国 啊 开始教育 全职教育 不搞政治 搞教育 最后呢 他自己没想到 后人称他是 至圣心事 啊 万事实表 证明这教育啊 比搞政治啊 这功德更大 啊 所以真正 他一开始 如果就搞教育啊 那 说不定的成绩啊 就远大于 这个 啊 现实中的孔子了 因此 孔子在这儿 回答 威生母的话 也表示他自己的 这个 心态 啊 他的存心 不是为自己 名文立养的 啊 为名文立养 那个叫宁才 啊 那个目的啊 是为了骗取 啊 得到 自己名文立养 当时春秋战国时代 也真有不少这样的人 啊 包括呢 你看 战国时代的 淑秦张仪 啊 那都是为了自己的 名文立养的 啊 他们也很 很有口才 啊 这淑秦呢 是挂六国 之项 啊 张仪呢 说服秦国啊 啊 最后 破掉 这个 各个诸侯的联盟 这 这都相当 有口才的人 啊 但是这些呢 只能叫宁才 啊 不是真正的贤财 贤贤 首先 存心是正 为天下 苍生 啊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名文立养 这些 一点 这样的念头都没有 这是圣贤 啊 那么果然 能够啊 把孔子 这些教化 在现前 如果能复兴起来 我们也相信 啊 三年有成 这个话 早在1970年代 英国的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先生就说了 伦敦大学的知名教授 那对历史研究是真的透彻 他说 要解决21世纪的 社会问题 需靠 中国的孔孟学说 与大成佛法 这英国人讲的 还不是中国人 他有这样深刻的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孔孟之道 大成佛法 都是自信 性德流露出来的 教化 不是自己 这个 用 妄想 思维 啊 异度 推理 这产生出来的 理论 不是 完全是性德流露 所以是至真至纯 真的能解决 一些问题 如果你能用 三年必定有成 那我们老恩师 真的我们看他 就像当年的孔子一样 也是周游列国 不过当时孔子呢 是坐马车 现在老人家是坐飞机 因为呢 这个要去的区域啊 比孔子大多了 孔子当年只是中原地带 马车就能到达了 现在马车不行 所以师傅你看 一会儿飞印尼 一会儿飞新加坡 一会儿到马来西亚 还到这个意大利梵蒂冈 到法国巴黎 还到埃及 等等这些国家 澳洲 中国 那是世界范围 引游 周游列国 其目的 跟孔子当年一样 推行教皇 不仅推行孔孟学说 更有大乘佛法 这是唐安比先生讲的 要用这两个 解决社会问题 那实在讲呢 还有包括道家 如是道三家 里同出一元 一个源头 道并行而不备 互相啊 他不矛盾 相辅相成 这是雍正皇帝 上誉里头讲 所以老人家 你看我们老人师啊 今年也是 84高零了 孔子当年是73走的 孟子是84走的 现在老人师是84了 还在啊 就是这里讲的 息息者 还在到处 云涌 那这种存心 我们要体会 就是不忍世间苦 看到世间人 这边讲的 急故也啊 顾止执着于自己 错误的执见 不能接受圣贤教诲 所以呢 造业受报 苦在这儿 所以老人家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不过老人家年龄 确实一天天大了 老了 他说要 他说要多让啊 年轻人 去承担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老人家也常常啊 让我代表 出席一些国际的活动 那这明天晚上 我又得飞 孟加拉谷 去代表老人家 参加一个多元宗教的 和平会议 啊 这个去带老人家 发言 做个演讲 啊 就是把 古圣先贤 和谐世界的理念 告诉大家 这老人师啊 一生 深入啊 古圣先贤 经教 得出来的心得 所以他呼吁啊 所有的宗教 联合起来 推动宗教教育 尤其是宗教里面的 伦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真正挽救世道人心 不可以再执着自己的意见了 这极固也 固执己见是大病 放下自己的知见 虚心学习 古圣先贤 这一切宗教 创始人都是圣先 学习他们的教化 然后去落实 共同推动 把教义推广出来了 教化 教化 全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 就能和谐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讲到这儿 所以从这里 我们都能够体会 孔子当时的存心 我们要学习 下面呢 再看第三十三章 子曰 既不称其利 称其得也 孔子在这里说 他是用一个类比 借物来育人 他讲的这个 既是指千里马 既不称其利 这千里马 能日行千里 是很了不起的马 但孔子认为 这个千里马 之所以被人称为千里马 称为记 不是啊 因他有日行千里的能力 而受称 不称其利 而是什么呢 称其得也 因为他具有优越的品德 而受称 那么在 这个 说文解字里头 那就讲 既是千里马 也 那么极解 郑康成的注解 何彦 论语极解 他引用了郑康成的注 说得者 调良之谓 那么这个意思呢 说称其得啊 这个千里马的得 是什么呢 调良 这调是调顺 很驯服 那个性情呢 很寻良 善良 这就是他马的得 那所以 孔子称千里马 他的最重要的德行啊 这个寻良 那么他日行千里的能力 还是其次 所以孔子啊 注重品德 其次才是注重才能 品德 比才能 更可贵 如果 只有才能 没有品德 这个才能 不一定是可用之财 你像那个 千里马 是很彪悍 能够日行千里 但是他不寻良 这是他不寻负的话 就麻烦了 你骑在他身上 他可能把你 他跑得很快 一下把你跌下来了 那可能就 对坐对地 跺地而死了 就危害人了 或者他 这个 这个料卷 欺人 或者是 你骑着他吧 你要往东走 他就偏偏往西走 那千里马 好家伙 一日千里 往西走去了 反方向而行 你看你马不麻烦 所以这个 德比才重要 有才而无德 这叫危险品 那倒不如是 有德而无才 有德而无才 不至于有危险 最多是个废品 不过呢 有德就肯定会有才 因为有德的人 他就会认真学习 好学 他就能成为一个才 所以 所以 孔子在这讲 就是 以物欲人 马上如此 何况人祸 所以 偶艺大师 在这里 读解中 讲得好 可以人而不如马祸 谈到人 品德 就更为重要 没有品德 再有才华 那是更麻烦 你看这金融危机 这次 对世界经济伤害多大 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 都是有才华的人 那金融市场里面的 呼风唤雨之人 金融机构里面的 CEO 高管 那他们都是 可能名牌大学得的MBA 你说他的才华 没有吗 没有他做不了那个位置 可是呢 这些人要是 用他的这个才华能力 记忆 做不乏的事情 缺德的事情 那个危害更严重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要学习 首先重德行 夫子四科 德行 言语 正是文学 守重德行 其次是言语 会说话 那你才能够 教化别人 同时呢 也能跟人家 这个相处 没有矛盾 往往啊 言语方面呢 制造的矛盾是最多 说话得体 很重要 然后才谈到正式 文学 正式文学 是属于才华 才敢 因此 我们在培养人方面 也要留意这一点 你比如说 父母 现在都喜欢孩子 能够成为一个 有才的人 成为一个 动量之才 那首先得重品德 没有品德 学习再好 再有才华 那可能 他将来是害人害己 所谓是害群之马 还是用马来做例子 好 我们再看底下一章 第三十四章 霍曰 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知报怨 以德报德 那么孔子呢 日常 经常谈及呀 人数之道 因此呢 就有人问他 霍曰 就是有人问 这人 不知道谁 论语里没有记载 当时有这么一个人 问孔子 以德 报怨何如 这个德啊 是恩德 怨是怨恨 就是人家对我 有怨恨 就使我怨恨 对我不好吗 来伤害我的 这是我的怨恨 那我能够以德报道他 给他施以恩惠 这种人怎么样 何如 那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是反问这个人 子曰 何以报德 那你以德报怨呢 那用什么来报德呢 人家伤害你了 你要以德去报 报答他 那别人对你有恩惠 你又有 还是以德来报答他 那这就不平等了 不公平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底下呢 夫子就讲了 应该呢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这直是正直 用正直的心 来对待 那个来伤害我的人 以直报怨 这里他没讲以德报怨 是以直报怨 那当然不能以怨报怨 以怨报怨是不可取 但是呢 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 夫子在这讲 要以直报怨 以德来报德 就是他对我有恩惠 我要报到他恩惠 他来伤害我呢 我不能故意 显示自己有德行 还用恩惠对待他 那让那些得到我 对我有恩惠的人 他心里就不平衡了 你这人怎么搞的 他对你这样 你对他跟我对我 没啥两样 说明你这人不知恩不报恩 别人就生烦恼 这就是不公平 反而增加了怨了 那个给你恩惠的人 他心里就怨了 那么雪公讲要里头 也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如你像是个法官 你审判一个犯人 假如他是你的一个怨家 你也不能以怨报怨 你应该以正直的心 去来判案子 给他定刑 那么也不能够特别去减刑 他该判什么刑 你就得给他什么刑 你既不能以怨报怨 也不能以德报怨 就是你不能故意给他什么恩惠 你得以直报怨 正直 维护正义 公平的社会秩序 这是使社会和谐 公平政治 那这样呢 就符合中庸之道了 所谓无过无不及 那么弟子规上也这么讲 恩欲报怨欲望 抱怨短 报恩长 这个抱怨短 就是直一直报怨 过去我们讲弟子规啊 还没想起这条 当然不要去计较别人的怨 这是最重要 这才能够以直报怨 如果我心里还计较 这个人对我 对不起我 你有这个念头 就很难有正直的心 你就偏颇了 所以以直报怨 那个心是不分别 不执着 但是又维护社会的公义 那么偶一大师 住节里头 讲得很好 为什么要以直报怨呢 他讲 答得怨亲平荡 方是知 若见有怨 而强欲以得报之 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 你看这讲得多好 我们如果真正了达 怨亲平荡 没有分别执着 这叫知 就像法官判案子 这个犯人是对我好的 对我曾经有过恩惠的 还是说对我不好 是我的冤家 我没把这个放在心上 他是怨也好 亲也好 平等 在法律面前 平等 我去判案子 就按照实际情况 定罪 量刑 这叫知啊 平等的心 才能知 如果有不平等 这就不止 不平等 是因为有分别执着来的 是作义了 那是造作 若见有怨 而强欲以得报之 这就是作义了 造作 这个人对我不起了 好 我要 特别要给他恩惠 来报答他 你这 首先呢 你已经起一个念头 他是对我不起了 勉强欲以得报之 这做得很勉强 很造作 不是自然的 不是称性的行为 正是人我是非未划处 所以这里面呢 不能夹杂丝毫 造作 真正把人我是非啊 放下 人我都没有了 心就清静了 我们要以这个境界 来作为自己的修学的目标 那你的正直的心 就是真正生起来了 那么 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如果你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呢 其实人我是非 还没化 还没化掉呢 还积攒在心里 还有这些念 还有卓这个相 所以 底下说 愿一望 故报之以止 未不见有怨也 得不可望 故报之以得 未知恩报恩也 这就说明白了 人家对我有怨 我要望 望就不放在心上了 没有落这个印象 心地是清静 所以呢 对他呢 报以直 正直 这个直 是什么呢 他对我有恩惠 我要报答他恩惠 这也是直 他对我没有恩惠 反而是害我的 我呢 泰然处之 不要刻意 要怎么样 以恩惠对他 不去故意 造作 这也是直 直的心是清静 遇不同的缘 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这叫不见有怨 心里没有怨 很泰然 有时候一造作呢 反而就更不自然了 那得不可望 所以报之以得 这是知恩报恩 这是什么 也要为世间做个好样子 佛法里面 很重视知恩报恩 这是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 那知恩报恩呢 这是大德 这才是真正的知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解到此地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